二公子来了 许老板 您受苦了 对于您的遭遇 我大哥心里很是过意不去 但是由于他公务繁忙 让我带他来看看你 这事也不能怪李处长 他不是被特告课的人 还审问了好些日子呢吗 再说他的秘书 也伤得不轻 这特告课的人啊 不分好坏 这次肯定是冤枉您了 不过他们还算是懂礼数 在报纸上专门给您道歉了 徐海峰同志 这次的事情责任在我 我愿意接受上级的任何处罚 这次责任主要在我 当初你向我提出要策反你大哥 我是同意的 如果要追究责任 主要责任在我 整个见面过程都是我安排的 是由于我的工作不够缜密 才让你陷入了危险的境地 先不说这个了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 不过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 既然现在危机已经解除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全力以赴地 去完成追风行动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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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分十秒 你不是说沿着五分钟以内吗 经历了这次的事情 我大哥对我们的态度有所转变 他答应今后会给我提供帮助 你大哥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了吗 我没有告诉他 但是他是个聪明人 应该多少也能够想明白 这次的事情 反过来说 对我也有好处 以后我要是再跟你大哥接触 就不会再引起特高科的任何怀疑了 特高科呢 对我也会有所关照 再说 我们还得到了供应处的不少订单 这对我们将来的工作都有帮助 对 对 敌后工作确实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对了 你被捕之后 上官靳云说 上级做了周密的安排 即使我的计划不成功 你也会被安全地解救出来 可是你的计划很成功吗 其实我想问的 是关于江湖统治 是 在这儿 不提这个话题 我找你来 主要是想知道 你下面有什么安排 被日军征调的工厂中 锻造成最为可疑 我已经让沈飞他们进行了监视 我听靳云说 昨天晚上 你们袭击了日军的工兵队 因为工兵队里 有锻造成的图纸 还有我们所需要的炸药 你还可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 你来医院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怎么 发生什么事了吗 唐顺之来医院 询问雪老板的身份 他们关心的事情可真不少 你没告诉他事情吧 当然不会了 保守秘密是我们的纪律 不过 我告诉他们 我们对锻造厂的怀疑 至于他们是否采取行动 我就不清楚了 以凌霜的性格 肯定不会放过这次机会的 观察了这么久 也没有什么异常 不知道上官静云给的消息准不准确 我觉得没问题 晚上我再带人到里面去查看一下情况 看来你对上官小姐还是很信任的嘛 晚上的行动你自行安排吧 我不反对 等等 走 走 看来他们是发现了什么 咱也没办法 咱追不上啊 是啊 沈飞到底干吗去 怎么还不回来 你看 上车 上车 赶紧 赶紧的 怎么急成这样 等会儿跟你解释 赶紧追上那辆日本军车 快点 看来他们是要去网郊外 你刚才发现什么 他们全部戴着口罩 本来车厢遮挡就很严密了 通风又不好 他们还戴着口罩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的确很奇怪 那边 向右转 你怎么确定向右转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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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ide 我 虽然 我对这次实验的结果 非常的失望 但是 我已经看到了 周围的努力 所以希望大家 加快研究的进度 达总阁下请放心 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 绝不辜负您和戴本营的期望 好 那白投诸位了 快点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在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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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沈飞 前面都打起来了 沈飞你加速抓紧 王子 闭上 他们几个死得很蹊跷 看起来像中毒是吗 而且不像是普通工人 这个锻造厂果然有问题 日军部马上赶过来 我们要赶紧撤离 撤 看 咱们抓紧撤吧 沈飞 把所有枪拿撤上去 这都什么时候了 我还惦记这些啊 别废话 快 就你话多 赶紧的 都是好枪 快快快 走 沈飞 沈飞 什么 怎么会这样 发生什么事情了 大佐 运送尸体的车辆 遭到敌人的袭击 什么 具体什么情况 特高克的人负责此事 那我们去一趟折高克吧 是 要不要把这个情报 告诉上官靖远他们 礼尚往来 当然要告诉他们了 但是我更想知道 他们怀疑端造厂 有问题的原因 好 我会向他提出这个疑问的 不用了 我想亲自听他讲 行 那我跟他约时间 来 来 来 都坐吧 看来你那边的事情 都顺利解决了 解决是解决了 但是说不上顺利 如果没有上级的安排 光凭我的计划 是不能把 徐海峰同志解救出来的 不管怎么样 总算是有惊无险 锻造厂那边怎么样了 发现了一辆可疑的军车 上海战和我们 都进行了追踪 不过被他们抢先了 他们才去行动了 他们截停了军车 击毙了随行的日本士兵 我们赶到的时候 战斗已经结束了 另外 在车厢里 发现了三具中国人的尸体 看症状应该是 吸入过量的毒气 导致的死亡 上海战的行动 太过冒失了 这样一来 敌人很有可能会有所察觉 你放心 我把现场的枪支弹药 都收走了 希望 可以混淆日军的视线 原来你当时说 机枪支是有这个用途啊 当时某些人很不乐意哦 你把话说清楚 什么叫某些人 除了你跟沈飞 不就只剩下我了吗 你做得非常好 要不然的话 我们的计划 就无法进行了 天中大佐是不是有些草木结冰了 从现场来看 就是一则无法的袭击事件 和大佐的封印计划 没有任何关系 有一点 而且在郊区很难碰到一辆军车 单独行事的状况 大佐这一次 是聪明犯被聪明误了 好许你说的有道理 但我总觉得 对方是针对我而来 昨天宫兵队遇袭事件 大佐也认为是针对你而来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上海每天都会发生 很多起袭击事件 难道都是一位大佐的 封印计划 你总是来医院找我 会引起别人怀疑的 有什么事不能打电话说吗 李子牧天天来找你 不是也没引起怀疑吗 我不是跟你说得 很清楚了吗 到底什么事 凌双想约你见面 商议关于锻造场的事情 好 不过 这次见面地点 由我来定 我同意 但是我得向上风请示 你们商量好了再通知我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的忠诚 其他人还是对你心存戒律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的忠诚 我才会同意立员课长对你进行调查 我明白您的用意 也理解立员课长的做法 但是我对新政府的有些官员 非常失望 您是说苏市长 在您面前我不敢有所隐瞒 苏市长的做法 确实让人寒心 事实证明是他信任的人 背叛了我们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土飞员将军 对他已经很不满意了 将军 这个重大的机密 您不应该告诉我 我已经跟梅先生商量过了 在下一届的政府当中 你将担任更重要的职务 这些信息 你应该有所了解 多谢将军对我的信任 将军 有个事情 我想请你帮个忙 有什么事情 你尽管说 现在上海的物资供应 越来越紧张了 尤其是药品 还有一些紧缺的商品 为了这个事情呢 我不得不跟黑市 还有一些外国的商人 在交易 这件事情我听说了 可是特高克 还有警察局的人 一直在打压他们 这件事情我听说了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恐怕很难完成 您交给我的任务了 我明白了 我会通知特高克 和警察局的人 今后对供应处的一些交易 他们不得干预 谢谢将军 有了您的支持 那我就放心了 好 根据这些图纸 所提供的信息来看 他们建造了一个 密封的空间 而且那辆军车上的尸体 是从铸造场里 运出来的 这说明 那个地方 很可能是他们的 毒气实验室 是 如果只是敌军的一处 毒气实验室 那我认为对他们来说 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如果不重要的话 他们就不会安排 那么多兵力防守了 有道理 你们那边准备得怎么样了 我们这边原料充足 没问题 沈飞让我改装那辆卡车 可我一枚工具 二枚材料 进行不下去啊 你这点我考虑过了 上海站那边有家修车行 我们可以借用他们的资源 是自己人 我去开门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跟林霜约好在这里见面 他要和我谈 关于端造场的事情 你怎么把他约这儿来了 既然要说服他们 跟我们一起行动 那么告诉他们 我们的落脚点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诚意 你考虑得很周全 这样的话 可以消除他们和我们之间的芥蒂 他们一会儿就到了 你是不是需要回避一下 其实我认为 是时候让他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了 可是我担心 万一凌双知道了你共产党的身份 会不会对我们以后的行动造成影响 其实他早就对我的身份有所怀疑 只是没有确凿的证据 与其让他一直怀疑我 不如大家坦诚相见 我相信我能够说服他 和我们一起齐心协力 粉碎敌人的阴谋 看来你对林霜很有信心嘛 我不是对他有信心 我是对说服他有信心 那好吧 不过万一凌双不同意 跟我们一起行动呢 我准备了两套行动方案 一会沈飞带领安生和明昊 先提前布置 我和他谈完之后再去和你们会合 具体执行哪套方案 我们到时候再说 明白 现在我跟大家说一下具体计划 我还以为你不会同意 商官敬月的要求呢 他能把落脚地告诉我们 其实是表达诚意 我要是拒绝的话 岂不是显得我太过小气了 倒是你啊 怎么会不明白 上官小姐的用心呢 我以为她是故意想让我难堪 倒没想过这个 也许我们以后碰面的机会会很多 我希望不要因为 你们两个之间的个人感情 影响到你的判断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事情都处理完了 再说了有魏萍在那帮我盯着 我放心 魏萍不是你的秘书吗 从今天开始啊 魏萍呢担任我的处长助理 以后我不在的时候 处理的事情由她全权处理 那不是相当于 副处长了吗 以后啊 副处长这个职位就不再设置了 魏萍跟了我这么久 也该把她往上提一提啊 那倒是 对了 今天有人看到你跟子慕 去美国领事馆了 听谁说的 王太太在美国领事馆办事的时候 看见了你们 回来跟我闲聊的时候告诉我的 是这么回事 我跟子慕商量好了 让她去美国打理家里的生意 可是没想到 她一到领事馆又反悔了 你没有责备她吧 我说了她几句 她一生气 自己就一个人溜了 子慕要是不愿意出国 你就不要再逼她了 每次都是因为这个事吵架 可我这也是为了她好啊 你让她自己做决定不行吗 再说吧 真是讨厌 你怎么会在这儿 重新认识一下 我叫李子慕 是八路军一二九师侦察派排长 奉命来到上海 破坏日军的封影计划 原来你一直在欺骗我们 如果你是这儿的负责人 那我们没什么好谈的 等等 如果我一开始 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 你会同意跟我们合作吗 我们有我们的纪律 正是因为这一点 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才没有坦诚相告 但除了我的身份之外 我并没有欺骗你们 提供给你们的情报 也都是可靠的 这么说 你出手在救灵队长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了 没错 而且 我不只救过你们一次 你们在军府场 被日军围困的时候 也是我替你们解的位 当然 我大哥这次被特高克抓捕 也是有赖于你们的帮助 才得以顺利解决 你的意思是 我应该感激你 我不需要你们的感激 但是我需要你们的信任 那你信任我们吗 一开始不信任 但是通过这几次事件之后 我们觉得 你们是值得信赖的 既然大家都达成了共识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坐下来 共同讨论一下 锻造场的事情 您 Чтобы 大致的计划就是这样 你们的计划没有问题 但是 我们是不会参加的 为什么 灵队长 虽然我对这个人 没什么好感 但是我们的目的 都是在追查封影计划 联合起来 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要不这样吧 唐先生 我们先出去 让他们俩好好聊聊 我们先出去了 请吧 顾小姐 你不会因为 上官静云是我的女朋友 所以拒绝跟我们合作吧 我跟上官只是同志关系 她作为我女朋友 只是为了掩盖我的身份罢了 我根本不在乎你们的关系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的上风是不会同意 联合作战的 抗战开始后 你们的蒋委员长 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战事一想 那就是地无分南北 南无分老幼 所有人 皆有守土抗战的责任 而我们中共中央提出 只有全民作战 才是真正的出路 难道你们的上风 职位比蒋委员长还高吗 虽然联合抗战已经形成 但是 我们政府的很多高层 并不这么像 这样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我只在乎你的看法 现在抗战已经到了危急的时刻 我们不应该抱有党派之分 今时今日 抗击日后的军人只有一个名字 那就是中国军人 这次行动 你不要跟任何人提起 放心 除了你和那个不喜欢我的唐先生之外 我根本不认识上海战的其他人 后面的行动 我们还是会向上风请示 好 希望你的上风 可以像你一样通情达理 并且 你们所有的情报 不能对我们有一点隐瞒 我们也同样这么要求你们 另外 我希望在此期间 你们可以放弃测访我大哥的行动 如果你大哥仍然执迷不悟呢 那他就是国人之敌 人人诛之 包括我 好 看来派上分析得没错 日军并没有加强戒备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们还是按照原计划进行准备 等子谷过来了 我们再确定如何行动 走了 好 这儿 好子 行动时间定在八点钟 回去以后 我带领一部分人 赶往锻造厂先行布置 看来你对李子墓的作战方案 很有信心吗 刚才讨论作战方案的时候 你不是也对他的计划 称赞有加吗 称赞是一回事 谁来主导这次行动 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每次行动都由共产党来主导 那我们今后 该如何向上风交代 这个我倒没想过 你可以不想 但我不能不想 看得出来 凌双对于我们一起行动的事情 还心存顾虑 在我的预料之中 不过我相信 我们之后的行为 会打消他的顾虑 倒是那个唐顺之 态度还挺积极的 他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关系 你要是不在 他应该不是这个态度 李子墓同志 我不希望你把个人的事情 和工作混为一谈 跟你开个玩笑 那么认真干吗 我不喜欢你开这样的玩笑 唐顺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怎么没有关系啊 我们今后是一起战斗的战友 我们要共同抗敌 在战斗中 我在家里等你们的消息 行动结束之后 记得及时通知我 好 知道了 老革命通知 请来 有什么事 大佐 今天晚上的宴会 您参加吗 宴会 您忘了吗 忘了 海军俱乐部每周五都会进行聚会 不当值得军官都会参加 我没有心情参加了 可是大佐阁下 您是华中方面后勤的负责人 很多时候 还是需要和他们打交道的 好吧 阿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射射 啊 翻到行動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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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干拜 干拜 再去好礼物见 好礼物见 好礼物 李彦君 挺正确 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你 作为一个后勤部的长官 偶尔参加一下聚会是需要的 对吧 对啊 李彦君 虔诚的事情最差得怎么样了 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我有点奇怪 你们特高科防护得那么严密 他怎么会有至少的机会呢 田征君 这是我的失误 川岛将军已经责备过我了 列军 为了为了 田征君 我还有事先告辞了 大佐 看来立院科长不太想跟你谈论这个话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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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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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错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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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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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长 科长 积岳区的锻造场 遭到了敌人的袭击 鞋兵队已经在赶往鞋船的路上 断造场 是田中大作新增调的工厂吗 田中军 什么事 断造场遭到袭击 你在那边有安排吗 我们马上过去了 越莲苹 不 驾 走 走 撤 胖子 不放 不放 你懂什么 再坚持两分钟 小心 没事吧 撑住 蓝燃 把他带走 是 快 走 撤退 撤 走 走 顺利吗 利盈外合 这场仗打得漂亮 但也如他所说 我们可以找到封影计划的线索 撤 撤 打坐阁下 收下污囊 实验室遭到敌人的彻底破坏 是 從黎明中走來 帶著塵土和硝煙 為了母親們自由的呼吸 為了孩子很無憂的相遇 願意踏上雨雪的正傳 從暗色中走來 潛伏著藤土和硝煙 和硝煙的使命 從清晨中走來 帶著初陽的微笑 為了母親們自由的呼吸 為了孩子很無憂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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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意倒在黎明的曙光中 願意倒在黎明的曙光中 讓人讓我們的腳步是那麼堅定 為了爭議為了和平 我们必须阵阵向尘